你知道吗 一个人有牙痛 有很多原因 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用不好的牙刷来刷牙 很多时候 很少人会告诉我们 平日我们用的牙刷 它的头是比较厚和粗大的 真正好的牙刷 它的头是比较薄和细小的 因为薄和细小的刷头 能够进到牙齿最内部 刷毛就能够进到牙齿最内部 能够刷到小牙 我再给你看看 一支普通的牙刷 和Glyster牙刷 刷了牙齿40秒后 有什么分别 请看 左手边比较便宜的牙刷 已经把纸巾刷破洞 证明容易刷坏牙齿 导致牙吟肿痛 右边的Glyster牙刷 则没把纸巾刷破洞 不仅能够把牙齿刷干净 也能保护牙吟 不会又痛又肿 在相学中 牙齿代表身体 也能反映出你的一生贫贱 从面相学来看 牙齿洗蜜而寄疏 蜜则长寿 疏则多病 各位 开始换去使用Glyster牙刷 来把牙齿刷得安全又健康吧 Glyster牙刷 您这辈子刷牙的牙刷最佳选择